往头上砸石头 7月3日 这段伪造的视频通过互联网传入境内 以此捕获煽动维族群众的情绪 挑起民族对立 为巨众闹事 煽风点火 推波助澜 7月3号20点 埃赫买提托尔逊等 第三次召集穆赫塔尔 古利尼沙买卖提和古利尼拉开会 针对网上巨众闹事的信息 以广媒传播进一步策划 要把巨众闹事活动搞大闹大 与此同时 经历一些人在有堵得的煽动下 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量发解 鼓动7月5日 在乌鲁木齐的人民广场南门一带 巨众闹事的 我们的维吾尔 维吾尔狼群等 多多群里的参与者 反响强烈 严慈暴力 明天晚上5点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 有示威活动 你们去吗 是维族 就请大家转发维族朋友 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 一定要去 我一个人 叫上20至100人参加 我们组织个千人的示威活动 不示威的话就杀汉族人 7月5号凌晨1点30分 埃克买提托尔逊通过科科群 召集核心骨干开会 规定了巨众闹事的暗号 随后 埃克买提托尔逊在群内再次发布巨众闹事通知 并进行组织动员 这期间 托尔逊买海提看到通知后 指使自己的女儿将巨众闹事的信息 译成汉文字 就这样 煽动巨众闹事的信息 通过多种渠道 大规模 大范围 持续不断地扩散出去 受众人数 多达20亿万人 7月5日 15时40分 埃克买提托尔逊 在其创建的 我们的维吾尔各国局内发解 扬言要杀汉人 卸债血偿等暴力信息 精心编造的谎言和 遗花揭幕的视频 与这些暴力信息 遥相呼应 目的就是挑起事端 煽动民族仇恨 激怒不明真相的群众 示维会始终在境外 遥控指挥境内的闹事活动 6月29号 多里坑爱沙 致函示维会及下属各机构头目 就在境外举行闹事活动 征求意见 6月30号 示维会在其网站上 又刊登了 在世界范围内 举行抗议活动的号召书 此次事件证明了 维吾尔人成为中国大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并遭到灭绝性屠杀 7月1号 境外的示维会头目 召开秘密会议 制定了 第86事件在新疆 制造大的事端的措施 为了进一步煽动境内闹事者的情绪 示维会积极在境外组织策研 在多里坑爱沙的指挥下 示维会各分支机构 在境外组织了几十场 针对中国驻美国 法国 奥地利 土耳其等国家使领馆的 滋事和暴力洗脑活动 现在7月5日上午11点 七五事件发生前仅仅几个小时 热比亚打电话给国内家人 明确说 乌鲁木齐当天晚上要发生事件 并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在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精心策划组织下 一场震惊中外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发生了 7月5号18点左右 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 开始出现人群聚集 人数明显多于平常 且多以男性青年为主 一些人不停地用手机打电话 发短信 有些人高喊口号 吸引人围观 煽动聚集 也就在蓄意闹事 刚刚开始的第一时间 狐利米拉用手机 向境外的丈夫拜赫提亚尔 通报情况 事实上 一些参加闹事的人早有预谋 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木棒等凶器 很显然 市委会特发组织指挥的 所谓游行示威 其实从一开始就做好了 暴力犯罪的准备 这充分报道出 市委会组织煽动暴力活动的本性 在人民广场上聚集的人群 开始经中山路 然后转向解放南路和新华南路 一路往南走 市委呐 本身就是 뭘小巴西打了 不小心asta 我是把鵪鵝刀释放在外面 我用鵪鵝刀释放在你 用鵪鵝刀释放在到一派 我用鶦牛油 我第一次受 voilà想要求 我 我 我 今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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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路沿新华南路的聚集队伍 当向南走到隆藤街路口处 小头闹事者公开跳出来 指挥行进路线 煽动中边人群加入 这就是因为这边就像过来 那就是这边的 这边的变化了 这边是绝对着 这边的变化了 这边是做得到的 那就是我绝对着 我说这边是在一边的变化了 那边是写的 在某一边的需要 你写的那边的 那边是写的写的写真在 那边是写的写真 据新疆公安厅指挥中心晚上九点左右的信息显示 乌鲁木齐全市五十多个点集中爆发打砸抢烧 针对行人公交车私家车和商店居民住所 政府机关公安武警宣传机构等进行暴力袭击 暴徒开始在乌鲁木齐 领馆巷 教育厅 延安路 电视台 大湾 团结路 赛马场 外环路等多处施暴 事件全面升级 在疯狂的打砸抢烧过程中 暴徒行建路线长达几公里 施暴地点分散 四处流动作案 途中还不断有人加入 并在沿途设置多处路障 制造混乱局面 阻挡住员及公安武警车辆全行 在暴徒们打砸抢烧的过程中 负责与境外联系的